这样一个人 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另外 这样一个机会 就像上次 也是对同学一个肯定 让他有一个 呈现了一个 一个机会 不行中央也是 对他给他一点信心 当然 另外 我们会仔细办下去 希望随便会 那我们同学当中 我们是同届同学位 跟一般的同学 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是全国 高中里面最大的一个同学同学位 我们找到一两百个人 因为各个层面的人都有 各种人才都有 所以他比一般的大学的同学位 所呈现出来的多样性更丰富 那我们同学当中 什么人都会有 因为我脑袋中 还有呈现很多人 宗教成功 还有现在你们可能是 高手在民间 我们还有 我们想想看 那个重庆当然是很成功 但我们还有很多同学 也可以出来讲 那如果同学中 中间有人知道的话 我们也把它推荐一下 我们下次再继续办 就像拍判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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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的话 嗯 我们都很欢迎 好 基本上我们今天就先进入主题 那我们今天的程序 就第一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 就让竹江泽讲 讲一个小时 第二个 第一个 半小时 我们邀请四个跟他 对崇溪的了解 来谈谈 什么叫王崇溪 好 像个左边啊 左边啊 就对他很了解 然后 谈谈他怎么样 然后 再对他提起一个问题 有时候不了解 请 请重新 当老实施 好好讲 这个讲完之后 大概二十 那个助理要让他先离开 哦 助理要先离开 哦 这个大概熟悉二十到三十分钟 然后最后 三十分钟到四分钟 就开放给同学来问 哇 而且我们现在的时间 就是两个小时 那我们在这当中 可以很清楚的去 了解 哦 重新 因为 重新的成就事不简单 因为从一个担骨 啊 爸爸妈妈这不是企业家 这让环境长大 哦 要做到一个企业 做到一个企业 做到一个企业 企业实在不容易 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 他是怎么样个人 他是靠警察呢 还是靠他个人的品德呢 还是靠 好厉害 好厉害 好多钟注定 好那我们大家就来了解他 好 谢谢各位 谢谢万钦 还有要谢谢明哲 今天的会场是明哲帮美爱海的 音乐 好 然后这个第一个是介绍 因为我们同学大家都认识 所以呢 那个我们的客人不是同学 大家也认识了你一样吗 你们两位好 所以是我们同学之外的两位客人 是一个伙伴 我希望你没有介绍到 对 抱歉 Kendy Kendy 那个婚姻也叫Kendy 爸爸好 好 那明天是我邀请 因为我们很熟 所以我邀请那些Kendy Kendy都来 快一点把私底下邀请来 还有一位是昭威 昭威在这边 他是我们鼓叔肚同学 他在胡志明的好朋友 是警政署派到胡志明 进去的警方 因为我们在越南我们也都是好伙伴 但他现在回到台湾来了 他在新北市公关的主任 所以今天他也说要来一起听 我们很欢迎他带着小朋友过来 那这是我们同学以外的贵宾 那另外就是说 我觉得应该先讲为什么会有这本书 因为这个是伟人在写那个什么 写回忆录才写的 这个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必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因为我在大概三十四五岁之后 我大概每年都会回去台大 或者是跑去清大叫大 甚至南部的中斩去买博士班简章 差不多到快五十岁 我这个简章堆到比我心盖还高了 五十一岁的时候我记得要去买 台大那时候变投币的 有时候拿回去 我老婆说 你不要再打算买买买买 每次投都没有去考 那因为每次翻开 不要考里面太多东西 是我们在工作之余没办法完成的 包括后来的这个学生他们 很多作业的佼佼都已经不是我们时代的方式了 所以每次都有兴趣 每次都去买简章 每次都放弃 那后来差不多五十四岁到五十五岁的时候 我刚刚有一次嘉义人聚会 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罗隆群检察长 他就请我去一起吃个饭 那做一些公益 那同桌就有中正大学的这个教授 是我们嘉义高中的学长大明介 他就说诶 我们系管教授 我去一个山专班 你不要考 我一天我考太好了 我说考什么 他说考治理策略 什么都不用考 我说那好什么时候截止 他说明天 我隔天截止 我隔天就立刻去要去汇款 结果不是不能汇款而已 因为当天汇款前 还有佼佼要研究计划 写个小论文 所以我说天明写 反正已经几十年没写 赶快写一写 准备要寄出 油搓为平 那还有电子档要寄出去 我怕写出问题 我就传给简明哲 简明哲 明哲看来之后 跟我说你不要去念了 差太多了 因为我们社会人 是写的跟学术界真的差很多 那我在想说 我说明哲 你帮我改 然后我还是记 反正你改完做我在谷歌去忙 这个到时候总会有话说 大家都认识 希望这个学长能照我 因为这个爱昌瑞爱学长 他就是爱群 下一大集现在笑的 他小孩都是我教的 所以呢 因为小孩的交集 应该可以帮点忙 不管什么就是报名成功 报名成功叫考试 那考试的时候呢 因为考自己车压就比较简单 也不用读书嘛 反正去呢 就谨慎一点 保守一点 那一次是这个研究所 最热门的一次 报了八十几个 包括中式的总经理 我们将近的副院长一堆 还不错的人才去 那所以最后呢 破例呢 就本来录取六个 并录取十个 那我进去了 我应该是在中间尾巴 靠尾巴进去 不在前面进去的 那进去里面呢 在上课很辛苦 因为都在想公司的事情 然后呢 眼无痒 因为这些气管教授 讲的都是我们想的 我们想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 经常在那边滑手机 做别的事情 就是实务跟理论 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上起来 其实一开始觉得有点后悔 可是这个锁呢 他其实做了一个不错的事情 就是说 他要求你把科学网 不多二十四十月份 熬一熬就过了 第二个是 要结一个气管个案 那我身上碰到的个案太多了 所以我应该可以写得出来 用点去follow别人 照别人模式套一套 应该可以交出这个作业 这件事情我也做完了 但是他还有三件事要做 第三个是 因为我们大概也没有能力 去做学术论文的发表 所以还要求我们在指定的报章杂志 你现在Google王崇旭 有2万多字在联合报 自由时报 还有那个 经济日报 工商时报 那个很难 因为一篇 读者投出大概八百字 不到一千 只要2万字 2万字的话至少25篇 然后你写进去 他都 我前半年写的诗 几天都被reject 因为我不是知名人士 第二个呢 他还要邀请上面写 中正大学气管博士生 这一起来就弱了 他也不会要你 所以呢 后来我抓到一个机会 我抓到一个想法就是 你只要当天的事件 你当然就要投稿 而且你投稿的身份 最好对那些事情有关系 所以我投了稿 什么都有 有这个消费性的 那我就写我是台大使者所人 有些跟韩国战争 我就写我是韩方的 某一个公司的执行长 反正我什么身份给你 transform 有四位前行 我都写台北市电脑工会的 这个临盟会长 反正我有几个位置可以用 好啊 后来那年很快 所以我大概 后来花了大概不到一年 就把2万多字写结 那第三件事做完了 那在博士认为提提提提提出之后 他要求我们做第四件事情 就是要出一本书 而且在指定的 知名出版社 比方说成邦 或者其他有名的出版社 愿意接送 然后呢 要帮你们发表 然后印出来还有书号 这本书拿着 然后才可以去申请博士的 final的口试 这是第五件事 博士口试的论文跟书要两回事 论文归论文 书归书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因为这样呢 我就写了这本书 所以绝对不是觉得 我的东西可以被记录下来 而写的 是因为你们记得了 不过书也不行 所以把这本书写出来了 那写的时候其实 一开始我找写手 我找写手 也没时间写 那找了一个专门写那个写书的人 那就是说 我就录音嘛 一直录嘛 刚刚班上来是我儿子 我儿子刚刚班班 不好意思跑掉了 我儿子有一次开车 带我从台北回家里 然后在路上 我就一直在录这个录音稿 给那个帮我论稿的人 就讲到我爸好 然后就哭了 后来我儿子每次讲到这段 就说 谁要提到 因为我在讲 我买个农场给爸好去种植 他讲一讲 只要提到农场说 你又要哭了 你要不要嘲笑我 所以真情流露 还好在有那本书 我要录音给那个写手 所以不小心 他儿子听到爸爸辛苦的地方 不然在他面前也不敢讲 那天是挤了 因为他赶倒 所以一直录一直录 他一直开始听 我不想要听得比开始要认真 所以他也开始觉得 他博比他想象中还要辛苦 还要认真 所以这个是一件事 那后来书写出来 我觉得我讲的内容太深入了 尤其补教界很多见负的人 包括拿鸡 对不对 你说很多事情 那这个帮我论稿的人他很好奇 我讲什么 还说鸡具问什么 我阴档过去在阴档里面说 老师你在补充什么什么 我说根据他要是做补充 写出来书我大概会招惹 全台湾补教界的人 所以我全部再重改过来 所以这个书呢 花了比预期的时间晚了半年 我也因为这样我就一五年半才拿到 然后博士就是在今年一月才拿到 那书完成了就可以做论文的口试 那书完成之后要跟城邦来来去去 这位张老师是我的特助来 是我学生 那跟我太太很熟 所以安全太好 他爸爸跟我同年 他跟我女儿的同年 所以我们像我们有时候 这个都两家职位有时候都有互动 所以是这个家里的 上我的学生助理还有特助 然后还有是家里的好朋友 那么所以呢 这个时候在解的时候 他也很幸福 因为出版社跟我跟他 要不断的去改稿 那改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很随便的人 我做事不是很谨慎 但是因为书书 我就很多人看到 所以呢 他就知道说 我光有时候放一页的照片 来来回抽完四次 抽完到他跟那个编辑都快去笑了 所以人生出第一本书 真的是没经验 但从里面来也做很多的体会 那最后书都写完之后呢 书名要怎么写 什么翻转台湾古教界的 什么南洋街的 春天美了之类的书名都有 我想怎么写都不对 后来有人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想到这一句话 从以前交出的网语 现在变成有些 几个公司的老板叫王董 从网语变王董 一条教育跟创业并行的路 是这样在洗澡当中 还有之前已经好几个礼拜 不晓得题目怎么设置下想出来的 我就说如果还有下一集 就从王董到王伯了 所以这个是书的由来 所以大概我简单的报告书的由来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同学们跟我不见得大家都很熟 现在我们校长跟我就比较熟 因为我们高老同班 那我现在根本没有同班过 那我是属于那一种 我在最后的时候 PVT 喜欢做我家的一页 也就是说人生我把每20年当作一节 那上半场下半场总共四节 那我觉得我的第一节 前20岁是在厂上发呆 连工来一边都不知道 然后成绩要好不容易 因为高手太多了 那所以就把自己的成绩 就埋在中间那一段 回家不会哀骂就好 也不晓得干嘛 一直到20来岁才知道说 不行了 这个年纪也大了 爸妈年纪也大 自己年纪也大开始面对 所以我在1986年就是 差不多都退伍之后 就真的整个人变了 也可能是我在军队 我是做天空飞弹的 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工学院的这个高手 所以怎么别人都这么优秀 这么认真 我才能发展 所以之后就慢慢改变 那我毕业之后 但退伍之后 我考上研究所 那时候就拼了 到处收集资料 江中恒 那他怎么练政大企业的时候 我到处打听 又长的 考器官就说 我就去找他 看政大企业 看不行 这个政大企业考的科目 我都不会 后来我那时候很拼 我考了青岸 分子生物 台大学生物科学 考了教大 科管 不管科学管科 三个都上 三个都上 很拼了 而且这三个 有九个专业科目 都不一样 我一次把它完成 三个都拼了 三个都有上 给自己也算蛮大的鼓励 你说原来我读书 还是可以读得不错 那后来就选择台大去读 那去读台大的时候呢 就住 住到新荣路 新荣路我跟谁住呢 王毅良 王毅良是台大企业 他在洪记非常优秀 三十几岁就是扭澳的总经理 可惜走了 年轻都走了 不然他现在就是洪记的 他属里面的新荣医院 那王毅良很优秀 还有一个卓宗欣 卓宗欣 卓宗欣 卓宗欣是外台 他是念青大共青 然后在台大念电器人就说 我们三个住在一起 卓宗欣寻很多书 他在台大外面的小林出版社出了好多书 都想说 同学可以写出一个干嘛 那我来赚吧 所以我就去搞那个翻译 搞翻译也是因为在台大的公布栏 有人贴出针 翻高手 理工学院最好化学 化工 我一看 翻试过了 我立刻做一件事 直接脚踏车把所有的那个 都都撕掉 快 年轻的车耍炸 那时候我摸 摸那个 一车大挺壮 成针手 下面好多电话 好多条 那你撕掉去打电话 我摸那个酱头还是 还是撕的 钢贴的 我说全台大圈把他撕掉了 很坏 撕完之后 打电话去说我要去应征 他说你来 那我故意隔两天再去 隔两天去的时候 他马上就 他马上就 看到我之后 就好像是 好不容易看到有一个人来 那种感觉 你以前是怎样 现在是怎样 为什么都没有人来 有时候很大 就很多工作机会罢 所以 我买了 我买了一次 30年后才告诉他什么事 他就中央翻译设 在松江路 后来因为我很认真 虽然翻译不好 可是我拼命翻 拼命翻 也赚到钱 英文程序也稍微进步了 有一次呢 中央翻译设的社长 其实他是香港人 他太太跟我对话 后来社长跟我说 诶 决定 那个黄某某某某女士 空中有消失现在 本范子的便机要回美国去 你看 你要不要接 你觉得你有没有能力接 为了钱 他买的能力 有啊 然后他就叫我示翻 示翻那几页 其实花我很多时间 反正用最多的时间 最大的努力 然后送去的时候 他跟他说不好意思 最近考期中考比较忙 现在送过来去 那几天都还写翻译 他说嗯 不错 这个时间短缺能翻译价 虽然有很多错 但是呢我可以接受 比如说我帮公布班 大概两年的那个 他是前面是英文 我后面翻译中文 我翻译的半译大概两年 当然发言还不行 但是认识的字是比较多 所以慢慢慢慢就 改变我过去 在厂商发呆的现象 可是这个到毕业之后 我是那个 我当班长 那我的导师是郝文兵 我任文指导教授是 江彬华 就是之前卫物部的部长 那他们对我真的很疼爱 就关心 那我也很认真 所以我在4月 6月5号毕业典禾 我4月就任文考试过了 所有的同学都还在写任文做实验 我已经过了 那时候经常在 那时候我太太是农化系的学妹 所以我太太经常去找我吃饭 吃便当 那这个郝文兵 我已经看过每次我们两个都在那边 恩恩恩恩 看不下去的样子 所以你应该找工作 你都口试过了 那我的指导教授介绍就会全 那是黄力火的时代 黄力火已经是半退休状况 叫黄南土 黄南土也是比较优秀 所以我年轻就走掉了 不是可惜了 但是整个家族里面 其实是有这个派系的问题 虽然我跟黄力火劳动 互动很不错 因为我报告的时候 没有台语说很高兴 那他还送去日本送去 可是公司内其实还是有派系的问题 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 1990年台湾发生很多事情 1990年台湾股市上满点 12682 阿关公司李松加入125号 隔壁的自身证券 而且好像记得那时候 股市有交易量到2000多亿 是东京跟日本 是东京跟纽约的 全交流整合 我们还多 所以那时候叫做 Repropriet of Pacino 这大概是好操骨 那我的同国隔壁 企划师我是引发师 企划师有一个干僵的master 他是学学器版的 我们很好 郭梅多长不见了 不见了 原来他都是生去 不然我们聚餐 都在松江路 我们有时候会聚餐 那他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这些怎么样 我说不错 他说生客棧 薪水中央可以破三万 因为我两万八 破三万 他说我刷你多少 那三万 我底薪大概四五万 但是没在看 光是营业员的那个 营业的那个分论 其实就很多很多 他根本已经不看 比我还高的底薪 那时候严重受挫 可是在股数的时候 那个打工赚钱 还比贵存心最高 那好朋友呢 到日升区呢 又比我高很多 所以那时候想说 是不是应该离开 然后出来创业 那也是 台湾其实是个 很好创业的机会 包括招群那时候 也是做这个 研究做得非常的很好 其实只要点光精准 抓到机会就可以赚钱 可是呢 我那时候想到的是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天 我有一个台大同学 在统一做这个泡面 那刚好统一我一套生产鞋 要把它拿掉 他说我们把这套生产鞋拿下来 去大陆做泡面 那时候我也这样还没有 真的在大陆发急 然后呢 还有一个朋友是做蛋卷的 他说不然我来搞蛋卷 那时候福亦轩也还没有 还没有用 但是呢 后来我选择行马来西亚 因为我去大陆 我六四天的人 前后都去大陆几趟 我说不对啊 因为 九零年的时候 我爸爸已经要退台店 退休六十岁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爸好老 我一定要回去陪他 想不到我现在比我爸那时候还要老 对 我一定要回去陪他 所以 在大陆如果待太久 恐怕回不来 所以我后来选择马来西亚 是因为马来西亚 比较有机会来来回回 于是呢 那时候我就跟还没有到的林佐敏 我们就去那个马来西亚 这个是我 三十几年前在马来西亚 来超商 然后呢 这个林佐敏 我们俩这个 然后这个是 我也呈现有不错的身材 对 那时候你们去 我跟佐敏还有另外一个人去看 那佐敏那时候其实也很想创业 那佐敏是一个很奇葩的人 他才一个人搞定很多事情 那我跟他不大一样 所以去了以后我们就讲他做国际贸易的事物 我就负责去做生产 那没有做过生意 其实不晓得 其实太多太多的事情 包括厂房 包括水电 包括原料的来源 等等等财务 仓储 运送 报关 都还是问题之外 食品还有可怕的问题是 保存期限 所以当我做完了运回台湾之后 还没有卖完 钱还收进来 后面还没卖的东西都已经过期了 所以呢 我把我爸爸 这个 从台电存的钱 让我们在台北买一个房子 他付头本 后面我付 全部呢 因为那时候房地下有涨价 但是我全部都拿去买款 然后在这里全部都烧掉了 所以呢 这个离职之后 我跟我太太就面临这个生活的问题 因为他在教育部 然后呢为了陪我回南部呢 就辞职了 还好他有去 这个什么 国小的教师的学分 那回去也还没有考上国小老师 那我呢又辞职了 又创业又失败 然后呢也回家里了 两个本来回去照顾爸妈 结果回去被爸妈照顾 那我太太就说 那个南部 有一次是教育部他还没有辞职 等于是辞职 他隔两个月才完全离开 他还比两边跑 有一次我送他去那个 我们家里的伙子站前面 我说第一个是怎么起 我应该是你有带钱吗 我太太是讲国瑜的 你有带钱吗 那我太太说好像没有钱 我说好我们去提款 两个人的提款机 提款卡进去出来 加起来五百块 所以 我刚刚一帮你讲完了 我刚一帮你讲完了 你也帮你出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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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要比充 重点要等他未来再说 那所以 基本上就是 已经两个都没有工作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一个人 不管薪水多低 每个月账号还有人亏款 我竟然很幸福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人亏钱进来 所以这个是我人生算最幸福的时候 太太没工作我没工作 爸爸退休了 然后小朋友 我女儿1990 我跟张老师也1990 我女儿1990出生了 所以女儿生出来了 爸妈 爸爸退休了 然后呢我跟他都没有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很大很彷徨 所以我去认证 我跑去认证 跑去认证什么呢 就我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分享虽然是我的事 可是大家或多或少对我类似的亲密 后来去认证嘉义大学 嘉义大学那时候嘉义农村改成嘉义技术学院 正要升格为嘉义大学 校长呢我拜托各种关系去找到校长 然后呢 校长跟我说不好意思 我们只能聘PhD Master没有办法 因为我要升格 那我就去认证台湾家庄 台湾家庄呢 应该台湾说是还可以吧 结果她说 你是学工科的 我没有都是水平明亮 你不是的 我跑去找那个生产力中心 结果生产力中心说 生产力中心说 你只有做过研发 你没有工厂的亲密 所以方速碰壁 后来我在大陆跟石志宜先生 我们主持了一个会议 然后呢 南英大我现在是他们的校务顾问 然后嘉义大学的校长 现在左下隔壁邻居 三个人我跟他们聊到这一番的时候 三个人说 还好那时候你没有背不去 有时候门都关了 才会有另外一条 可能更好逃 更宽防你出来 所以这个是当时就是 创业失败 然后嘉义都没收入 可是呢 找工作也找不到 所以那时候我就 因为我的姐姐是 我们老师 她就说 幻影中心想不习办法 那我中间插一个小插曲 大家都知道 我有一个女同学 在大学的时候 一位无同学 就是有机会怎么知道 就是我们以前 浩生嘉义中的笑话 我们那时候分开是因为家长反对 那时候她的妈妈 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我就说 对我们现在跟她 我们教程都很好 说 这就是我 三个人说没法 总是开房子 我就开房子 看到现在 不是因为她去开的 但是很巧 就是她就跟她女儿说 那这个 这个 我们的同学也是很辛苦 要介于男朋友跟家里之间 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分手了 所以这是插曲 但是她的妈妈 比我的妈妈更懂我 好不然我学习班 而且我全台湾从 我是从高雄台湾开回来 后来开到家里 我家里的补习班 刚好开在她家隔壁 不是故意要充斥她的那样 诶 诶 诶 我就买到家里 对面的成文天下 所以她妈妈每次都进过 我的补习班 所以我们后来就去开补习班 所以我把这个做个整理 就是说 那个前面这一页 就是大概到这里 就开始参加补习班 那补习班其实 那个时代是对的 那我也还蛮符合 所以做了二十几年 到现在已经三十年 在那边赚到人生的那一桶金 那因为我的身体里面 有着是创业的基因 所以我后来跟工研院等等 我做了这个是ARVR 3D动画 然后呢 因为这个我到日本去参展 认识了三个日本社长 我们也成立一个虚文文创 专门做线上日文 这个应该是台湾用3D动画 ARVR做教育算最好的 升学教育 其实我不敢讲 这个是台湾线上日文 现在是流量最大的 虽然都不是很大的产值 但是都是获利 没有赚很多钱 但是都是很特别 所以在这个产业 我们算是最好的 这就是因为长期跟工研的合作 然后呢 加上自己在产业界 对学生的活动跟认识 所以这两家公司小而美 那这个是 爸爸妈妈的名字 那这是我跟太太的名字 所以刚好两代都有一个公司在 我昨天也采用这一家公司 捐一百万的教师给母校夫人中学 那家中校长有请他说 你才有管你每年要管大丁 所以我也准备加上再捐一个 就是把我这边所做的好东西 给学弟们来使用 因为这里面最主要是虚拟实验 物理化学生物实验 生物实验是要时间 或者你没办法动 因为解剖他们没办法动 那化学是会爆炸的 或者是物理 跟化学有一些抽象 直子 中子 电子 一些眼睛看不到了 所以极为小的 极危险的 极花时间的 极花老的 这些都在里面完成 那我在福人中学那个教师是 用虚拟来先训练学生一次 之后楼下就是实体实验室 这样避免他们犯错 这个我是觉得还蛮有利益的 那也带预有一些收入 当然钱还是赚得多 这个很可怕 这个其实可以说是相伴好赚钱的 然后这个后来就 那个通史前的时候电脑公会 我就去成为所有数学学习联盟的会展 那17年就跟我们苏都 应该大家都跟苏都很熟 苏都是个不得了的企业家 我跟他互动知道说 真的在海外能够做得这么大 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个性 跟他的很精准的判断 那也因为这样我有我的教学的专业 诸多有他在地的人脉跟强大的进行能力 我们就在越南成立Focus 跟你的一个尔美课习班 但是尔美之外 我要的不是尔美 因为越南有9700人口 人口红利之下 他的学生数 学生数大于他们的人口数 学生数大于台湾人口数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年剩40万 就造成了全台湾从南洋街到高雄 包括家里的道成 大家都口袋包包 那他的市场应该是他们10倍 因为他们当时最近的10倍 包括我才在上个月更速度 我们在分析 胡志明是每一年大概有8万个国中生 第二号国立高中 公立高中 那他们没有明星市立高中 他们公立高中是他们首选 不是只有2万个名额 所以代表6万个学生必须从好 或者是有8万个学生 其中的大半必须读习 所以我们现在是聘 从越南来台湾读中文的 以中文为主的越南故事生 这样代表他越南文跟中文都行 再回聘回去越南工作 因为初期我们这个也少了一些钱 是因为我们聘了指挥中文 为越文的主管 那一定错 因为他连越南人都很难沟通 怎么知道家长在享受 但是我觉得会成功 因为输入很厉害 这个我跟他互动 觉得我们这个同学 真的是到海外去能够生存到 现在做这么大 一定有他们成功的因素 那我是提供我的专业 跟他配合 那所以这个是 因为2017年我们成功的公司之后 我们在2019年在台湾 就成为一个台越教育 然后我也因为股教界在这几年盛行IPO 股教界量级真的很小 营收了不起3.5.10亿 那所以他没办法跟大公司来比较 但是做个文创上规 目前在台湾还可以 但大陆不是喔 大陆最大的叫好未来 或者叫学而师 他的市值我曾经算过 曾经我算的说是鸿基集团的时代 在哪位上市 还有新东方 大家比较常见新东方 这些都独讲说 随便一家都等于台湾的几大企业 因为人太多了 所以呢 这个台湾跟大陆不一样 可是台湾家还是 大家想要上市柜 最成立数学 在台北有名也上市柜了 智光普及班也上市柜了 但这两家上市柜都不是循一般的官方 就是买壳借壳上市柜 那我呢 那时候想说 既然借壳可以也来借壳吧 所以呢 就在市场上去搜 这个这家公司的股票 搜到最后被他们的副董市场 但是进去以后才知道 进去以后发现这家公司很干净 去改变它不大道德 那所以呢 我就这个 乖乖地继续让市柜 不拿下这个金融权 当然我们 我们用的股数还不少 我们就报告我跟苏都 那其实可以控制 但是我们先让它继续努力 其实在我们进去的时候 股价大概20块 EPS大概1块多 今年已经是3块1了 我们现金股力也发2块8 所以还不错这个公司 但是它的股票是 听完之后 不用这个这个去查一查 但是可以不用买 你都不去做这个所谓的流量 那你还给我干嘛 所以我们会改变这个公司的思维 但是不会用暴力 像大同一样的情况 在里面发生 我们不会发现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个是 我目前就是说 自己创的公司还在努力 但也刚好有这个机会 在凯威当副董 然后呢 也跟这个苏都呢 我们就往下到越南 越南 我觉得我的事业越南 会是一个主軸 好 那所以这里面就 差不多到这里之后 回到 怎么样 怎么样 这是我 不是你 你看看我乱拿出来 就总有一张穿的比我更短 然后挂在椰子树 因为那个 那叫什么 冲浪 然后可以拖椅树 然后到海边 然后他完全不遵守人家的指示 然后就自己乱拿 就下来就挂在椰子树 还有第二件事 我每次教那个波友 一定都会用你的故事 因为 这个 你还记得饭店的名字吗 不知道 在槟城 在槟城 叫洛杉亚 洛杉亚 他在立泳池 吃饭有三个飘饿的这种女生 他就想这样搭三 哎 我比较会说一句 我说得不太好 比较会说 人家叫我搭三 我就跟他 我就去跟他讲 就帮他跟那个三名 比如说那个男生敢跟你聊天 那三名的立刻就 转头就走了 那左面就不爽啊 怎么可以转头就爽 左面就立刻站在那跳水台 然后碰掉下去 展现他的跳水音支 你知道左面可以跳水 结果跳下去之后 左面跳下去就没再上来了 我用水上面就飘着一套红色的布 笑了是有点 我都没摸 是有点不摸 他在看他走一遍 他一直跟我招伤 所以 这个是1990年的事 1989年 1989年 年年底 那时候我们已经 大家都想创业了 所以他跟我就去买一起 最后裤子呢 裤子就我 这样游过去抓住他 不然就 所以 但是那时候我感觉都没有成功 那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太亏钱 后来总也有换跑道换得很好 所以其实 趁我都跟年轻人说要创业要趁年轻 如果你年纪超大 要创业连换跑道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我跟大学这个演讲的时候 比较常讲的事情 好 那这个 就是大笔啦 婚礼大笔 我那时候决定要 要开补习班 我到大补习班回忍掉 为什么我没有名气 我自己连到城都没进去补习过 我只有补习区维义 来申请成这种家庭式的 所以补习班制度我不懂 也没有人脉 也没有师傅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我怎么去床 那我就开始看 那时候就有台铁 因为没有高铁 那飞机是台北台中高小 没有像嘉义中 没有飞机 我就想 重犯线上铁路没有停的地方 应该竞争比较少 所以嘉义台中台 我完全放弃 因为我是一张空白的事情 没有人认识我好坏 那我就找到大笔 大笔 大笔是酸菜的故乡 那边有一些高中 我们读书的时候还不错 叫重新高中 后来2005年 因为董事会很高空 所以这个学校也没了 那他有4000的学生最多 所以他旁边开补习班 所以这个呢 大家就是这样 那不知道合法补习班 我就想说那是开补习班 那我也没有钱去立案 那时候也不需要立案 就一个杂货店 就跟老板娘说 你上面的铁礼物 借我开补习班 买了三条桌子 然后呢 黑板挂起来就开始教书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名思绪 我伤口也算生动 所以很快就爆满 三排的九个很爆满 爆满 老太黄龙带的就义啊 就板灯 就这样也拿着那个什么 画画的板子也上 所以九个后还收到16个 真的请不下去了 于是想说好 那我说5点50开到8点 8点了冲下去 老板娘放在桌子里面 吃完再上来 8点10分开到10点10分 开两班 这样就可以收三十几个学生 几个两天呢 我今天做过几个年 对我来讲是很普很普的收入 所以就这样一个晚上再开两班 那每个礼拜去开两次 所以呢 就在重仙掀起了一个 外面那个网语老师 为什么叫网语 没有算过笔话 都没有 只是那时候怕被 我的老师知道被抓去骂而已 语服学那么多东西 用在该用的地方 就跑地下给西班 所以随便找个名字 就去看电话说 有什么网什么 也就是要去网语这样 所以重仙学 诶 网语教得不错 所以第二班 第二班都在校生 在校生他 那个同学生上完八点就回去了 八点十分是在校生来上 在校生来上 就上到差不多十点十分回去 然后爬前面门都完了 爬前回宿舍 所以学校就很不爽 学校的话语老师不爽 他们穿不到家教 然后学校教官不爽 因为他们秩序被我破坏 于是我在那时候 穿了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重仙高中为我把围场 架高三十公分 真的 真的 可是我们那个防风太男呢 也很挺我 他叫他先去买一部 废弃的那个卡车 让学校跳得下来 所以我实业是从这里开始 而且想起来很好 其实蛮辛苦的 那这个时间 我在书里面有一些数据 因为我本来 我的论文是要朝这边写 后来论文完全 不是论文我写企业定过 因为补习班在定过 当很多问题发生 所以论文跟书不一样 不过书我已经整理很多表格在里面 直接大概是这样 差不多 我们读书的时候 他录取率30%以内 所以我都跟学长说 其实那时候景点 考上比较后端的大学 都比现在的国立大学要厉害 我们读书的时候 如果考得上就是30%之内 那现在30%一定是中值倍以上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 能上大学的时候很厉害 那我在这个地方进来 这个地方进这个产业 这个时候重考班 已经因为考试制度的改变 重考班慢慢变 没有生意了 可是在校成绩变重要 因为你要申请学校 所以佳教班 佳教班就是王女花学生 陈毅助理的那个叫佳教班 所以我们就上来 所以我承接到重考班的后面的 最巅峰的后面 以及佳教班的成长期 我就接到这一块 全力发展佳教班 那时候其实是出名之后 就跟那个演艺圈一样 我大概至少10次被请去喝咖啡 就是上课前很过分 就是6点要上课 那你5.5时间到台中的 一中后面有省一辣 我现在准备要上课 然后呢 就会有几位参席说 是辛苦了 我们吃个饭 我剩10分钟就要上课了 他请我去喝咖啡 当然是 当然是 一定要往我们上课 那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 你叫这个 那时候我们教班 从你做重考班 一定要往我们 由我们他才能招生 你在台中上这家 那时候我们都是在东华 你在东华上课 为什么不来我们这家新人 我教了东华的逆人 那你为什么不来如临呢 为什么不来点点点呢 所以呢 不是为什么很科技的老师 拜托你也来上课 那你没有办法说不 因为你说不的话 他会说 他就一直请你喝咖啡 让你每一班都上不成 那时候的我就是 用所有的方式达到人和 每一个来找我喝咖啡都跟好朋友 但是也很累 台中有6家族上 不是早上从8点上到12点 然后1点多上到5点多 中间连吃饭 都开晚餐时间的课 连那40分钟去上 也算是一个交代 总博也能发广告 所以也碰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看 看你的智慧 其实每个来找的 他们也是要生存 那你生存我生存 大家都能生存就好 不要搞得太饿 有些上报纸的一堆问题 都是彼此都搞太饿 要呛来呛去 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我基本上是很低调在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跟大家都很好 甚至 那很厉害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我的时间表是很Random的 而且那时候就有台铁 台铁都是Random 你帮学员解个题就玩一班 那之前他跟举光回去的时间不同 我曾经在嘉义火车站 中心补习班的班主任 以前我们知道 留铁酒 跟他也是在门口等完好几次 没有恶意 下课后可能比较善良 因为下课后就没事了 上课觉得比较有意见 所以他就让你不上课 那下课后其实是客气的 先跟我去那边上课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压力 但是也藏到赚钱的那个 这个等于是本来是已经没有收入 所以我就觉得家里的这个状况很大的改善 然后你自己也在想说 那这样下去是要不要起诉下去 只要去赚的钱还不错啊 那如果不走下去呢 做一些理想 比方说创业 做开公司 是不是会更好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矛盾出 在心里有矛盾出现了 好那所以呢 我大概到现在 我还有在教台北跟嘉义班 其他都派人上 那台北跟嘉义班就是上 比方说要考一科保证认定的那种班 大概真正我自己上过大概10万人以上的 实际上是一个蛮大的量 那因为教差不多快30年了 所以我跟学生感情的都非常好 这个是我随便抓的 不是很不错 就是去年的 我刚刚看这个是 我们说的台大一科大概有30几位 一年就可以教30 配搭一科 因为台湾有那么多的化学教育班 我这边大概一科一年 就可以教到300个以上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量 所以目前在台湾的化学升学 大概第二名比我差距已经很大 刚刚讲的时候 一开始从10名外拼到10名内 拼到5名内 拼到前三名 拼到现在应该是我的品质 还有我的土地群的品质 应该是被学生加上任何 那但是已经我自己教的量就很少 所以我里面的细枝 这个是等一下讲 我里面的版 我还是这个是这样 就是像这个 我是 因为我的人就是这样 就是比较没有那个 人看的比较不特别 我是这种人 所以我的学生跟我交情都很好 像那个等一下他会报告张老师 他各个是我学生 各个就是我跟妹妹讲迷去上那个课 然后学生也都跟我交情还不错 但不见了每个都二人士 我以为是他2014年还是2015年 我在突然在冬天的时候想说 不然就把他吃那个QQ 所以我就在FB写说 今天还是明天晚上 十排学院站 必往江母腰间 那天爆满 爆满 连那个压楼都准备来不及 就全部爆满就好多感觉 尤其是杨明大学的 就在那附近 我就想说 那要不要来做一个比较大的呢 于是我在隔年2015年 然后2016年 农历年前 就说嘉义的同学 我们返乡的时候来聚个餐 我就把那个新生海产 跟老板 那个新生路那间 跟老板说 你这边要请到10座 好的10座有100个 我就把他包下来 当然出事 就到还没有 这个农历年前 大概不到 还剩两个礼拜 就快200人了 后来没办法 大概250个 我就借家一高中的礼堂 然后就 搭计在一起 包括黄澄 我二同学的小哥 我学的 我那时候感觉到说 跟年轻人互动 那个强大的力量 只要年轻人喜欢你 不讨厌你 其实我可以做不少事情 就是说可以帮他们 或跟他们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当时的很大的感触 但是我后来不敢再办了 因为这个很辛苦 你要照顾到每一个人 要准备东西面试 花钱花时间 然后又担心有谁没照顾 所以后来我就情人小小的聚会 不再做大的聚会 所以 这个是 回到最前面这边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 20 198 我是民国83年 198 1994 1995 一直到现在 就在这个产业 这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之后 曾经有一个乱流 就是说 我曾经去应征过台南 台南如果带过台南 他有在建工补习班超大 比台北还大 那个老板呢 才行成大建筑器的系统 帮他过来两层大楼 是做教学跟住宿用 那时候一个班 地下市的班 可以有500个学生 后来因为 钱赚太多 就越太贪心 就投资失败 投资错误 所以整个补习班 都被顶了 被四个台南的中文老师顶了 顶的时候 到我正在往上赚 那时候想说 只要是各地最大补习班 我就去教 然后呢 就有朋友介绍的就是 他那边跟他谈说 他说要找话 他说去了 马上就说 这些几人就请你来上 那个时候学生多 老师也多 那在他们认识里面 这个网语是刚串起来的 不过反正缺老师就请他去 那讲完之后 可能原来的老师 又愿意留下来 所以他就 他就没有想要骗我 可是也 连通知我都觉得懶得通知 都没有通知了 所以那时候 我正在想说 6月7月应该排课了 怎么没有排课呢 8月只会 可可一个班一个班开啊 那个时候成功领班 是最后一班 就考上去成功领 然后再回来 再回来考 准备要考更好的大学 那成功领班 成功领班 是成功领班最后一班 等到成功领班 要开班了 怎么突然没有通知我 我要跟我开车去 补习班偷看 看墙上 还有挂我的名字啊 但是问你开了班 还是没有找我 所以我打不过去问 那个班纯就说 哦 原来那个老师在楼下来 我说 所以我不用去 嘿 不好意思 就这样一句话 就把他打掉 可是隔了几个月 化学老师常交错 所以呢 他们里面的生物老师 就跟我说 王你这个补习班 既然你有机会 你要不要去 那他就想说 不去就没机会嘛 拍那最大嘛 去的话就没面子嘛 然后死底了 人就叫我来就来 后来我去不去啦 那去了以后呢 隔了大概两年 他们就说 王老师 你是我们最信任的老师 你要不要成为我们的股东 本来是台市我的 忘记我的 现在请我当股东 又过了五六年 考试制度变 他们这种未来没机会 说王老师 整天都买得好 所以我那时候 把那十一层楼的补习班买下来 那时候我想说 我在台南市民度 已经够强了 那驾照班之外 从老板再做 营业额会更大 市场规模更大 影响力更大 可是那时候做完之后 就发生了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 在前面比较辛苦 没有钱的时候 已经不错了 断的钱变够了 可是又因为自己觉得说 很厉害 所以呢 就犯了几个错 后来我自己分析 消费者误判就是说 家庭班是我跟学生 一个化学老师照顾学生 先会喜欢你 可是等他重考的时候 他是全面的辅导 他不是只看一科化学老师 所以这是消费者误判 管理团队误判就是说 这一家补习班是老的 台南一通老师退下来 整个管理阶层都是老旧的 旧思维 他没办法登得上 我们新的想法 我一个往前冲 后面也动不了 然后对自己也误判了 我本上教书 全台湾家 白天要去管这个事情 所以呢 那时候台南有 四家 从台湾家 五家 他们四家就联合起来 因为先把我干掉 他们就可以分这个市场 因为我最好打 因为我很没有经验 所以他们天天到我 所以我本来没有进过地址属 那一人进好几次 连报纸的广告 看小数点看错 就告诉你 违反公平交易法 反正你只要去嘛 你他高了之后 我就必须去 那只要去呢 我台北的课 台湾的课就要请假 用这个方法逼我呢 不要跟他们投降 好 那我成为这里 最后还是不能投降 因为人家招数很厉害 他们可以白天开会 准备算计我 晚上呢 我上课的时候 再做一些动作 虽然这些动作都不是很恶劣 可是就会把我烦死 所以很多产业 都谈得没办法 我都觉得我们这些补习班 跟立法人差不多 在法律上骂来骂去 法律上骂来骂去 私底下流很好 那时候我们很嫩 什么都不懂 不过最后还是决定 说算了 就是不要动 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 其实也碰过一些乱流 这一家 这家补习班现在还是我的 但是我们就不做重考班 所以我还是把这些忠实的写出来 让对补习班 看这个书有一些体会 那再来就是说福利 我刚刚提那个陈立数学 应该很有名气 陈立数学他最大的对手 通通是自己培出来培养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的福利 最后跟他各地去开补习班 跟他做对抗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他企业化规模化 我们要训练老师 在训练老师的时候 我们要把所有能耗给他 他才能够离开 问题是当你给完他之后 他可能变成最大的对手 那我到目前为止 第二个我觉得还比较成功的是 我的体系 目前是没有人出来当我的对手 有离开的是像这一位 这位是因为德国 他后来到清大当教授 那德国抢他去 我就跟他说算了 这个产业 我们的产业可以赚钱 那这产业其实对未来性来讲 其实是蛮弱的 所以呢 学术界有这样的机会 德国行业去你就去吧 那除了几个特殊的例外 像这个 这是成大医学系的 我们是中国医学系的 我们里面医学系 或是台青教工科 理科的人很多 那原则上 我还是教本职学人不错 然后呢 看起来不太定能讨厌 对话起来不太定讨厌的人 来收他们作为我的班地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其实是因为 这个 我们都一样 我们要穿越当老大 我到40岁 已经是算有一个名号了 那这些年轻人跟着我 他难道不想当老大吗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当老大 你要当初老 压住他们 迟早大家会对应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说 你有什么需求提出来 那什么需求提出来 我能够满足的话 就满足 什么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因为你 还要更大的市场 我就去打新竹 我新竹没有是打新竹给你 我台湾都会打 台湾给你 为了你们的需求 我去打各地的 这个 这个 县市的市场 然后把市场打完之后 就让你们再当地 当local local的local店 但是台湾很快就满了 很快就满了 于是我就 就必须到海外去 所以有一阵子 我到大户区的比较千块 是因为 我必须让那些 很能力强 又气度性很强的徒弟们 他们有成为 另外的领导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样做 这个是闷锅 气爆锅 最后一个爆出来的 所以台湾我尽量满足 像这位是 清华大学 台湾地方毕业的 我带他去北京 不然他选择哈尔滨 那现在是哈尔滨 最大的学校师 所以帮他们找出路 找出路之后 即便他不再为我工作 这种会被敌人 那另外就是说 我是最早最早结合科技的 因为 我有科技的力量 改变学习行为 然后把它企业化之后 我徒弟都会觉得说 哇 你是个企业 而不是个补习班而已 他就会觉得说 他跟着你机会比较高 所以对内成长 跟对外满足 对外制造满足 徒弟机会 这两件事我其实 我觉得做得还不错 所以到目前我的团队 几十个老师 大概都还蛮怪的 也都很认真 最起码没有 可以帮我当敌人 因为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还算成功的地方 就是品牌的认同 因为我们比方说 这位老师叫高国华英文 那他叫高国华 那隔壁呢 他的英文就不能叫高国华 因为他们是在同时 是竞争的 那所以 比方说网语化学 我在开封街跟镇里路里是长时间都做 大概快三十年了 问题是赫哲 赫哲是那个 我们港医人 陈赫哲 他好像是 医学是比对小两届 他服数就要加武器班 化学 这个是那个新宫改革外面的麦当劳 这个一层的租金都50万 他那时候全部都租 除了麦当劳一层之外 所以他的营业也很高 高国华那时候大概 套金三亿 他应该有五亿以上每年 所以营收高 获利也高 但我们后来都因为投资不断 大家都 都把以前赚钱都亏掉一些了 他后来的状况好像也是怎样 所以这里先我把他接下来看 他说说是一层楼 我们把他接下来 马上两层三层出来 这里我接下来 要报汪语化学 这里报汪语化学 现在这些看板改的 隔壁也是 隔壁下这里 也是汪语化学 所以同一个市场 物理化学之后 都不能是重复的平台 可是我却能够在火车站前面 两个最大的东西 过往以化学 让两边的精英者都能接受 然后呢 线上学习 台湾大概有 汉林等等大概有十个平台 大概有八到九个平台 他们各科的老师都不一样 那化学都往以化学 那这个等于是劈腿 但劈腿要劈到人家先干前面 所以怎么做呢 就是你必须让他们觉得说 我有你比没有你更好 即便你在隔壁也有 但是我也要有 如果我有的话 至少我在化学上隔壁的补习班 是同等的 我用别科来做差异化 所以这件事我在品牌上做的还不错 所以这是我在胡椒界算是比较 像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四 礼拜五 现在整个台北地区的 像个科学班 或自由班的学生 大概都到这里来 那来这边 去这边上我土地 去那边上我的课 那时候都叫我玩化学 这个其实在胡椒界 没有人做过来 不可能做 因为不可能会统一我这样匹退 但是我借着沟通 借着把它差异化 借着把品质不好 现在在全台湾 台北、台中、台湾、高雄 各地 各个火车站前面 的第一大跟第二大都是我 都是我 所以我的整体的量 就比总和的第二名大很多 这是 这个产业 产业不大 真的不大 但是至少我把它做到很极致化 然后让我的这个领先地位 可以持续存在 然后 这个当然就是 因为这样说 我必须把所有帮我的人都 都能够去 不要以为说都改很老的 所以要能够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分享的还不错 还有整个阶段到这里 要能够分享 顾好品牌 然后能够做好企业化 好 那这个是我 我刚刚讲的是我个人 那所以 就在期间 我们大家有不同的成长过程 接着是 因为期从上提一些 稍微有一点点水平的 所以我提这一段 这个是 Google的日本社长 那我们又是在那个 在冲绳吃饭的时候 三四个人在一起 他1957 1958 1959 1960 参赛 那这个是北九州的 还在英美大岛 冲绳在台湾 都要一条线下来 所以很巧 所以我们就 类似跨国结拜 变好朋友 那我就 这个想说 这个执金流产 它基本上 它的 它也算是 它是科技或是 我们资讯产业的一号人物 我想再请它来谈演讲 我想说 麦可在台湾 台湾什么东西 什么高手都有 所以我就请它到家里演讲 它的背景是 它是那个 清明大学毕业的 还不错的大学 它毕业后进入Sony 后来又去那个 教育大学念书 教育理工学念书 之后还是会收你 不然有桌上你的电脑 其实是它 不害怕成长线的 让Sony在桌上的电脑上赚钱 它很厉害 这个部分 那这个 后来因为这个成功 派去美国当分公司了 就是美国Sony的总经理 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大概1980年 我们身上带沃克曼 我们带沃克曼 沃克曼 沃克曼就是CD CD搞不好 mini CD 它一直缩小 就在CD的格式里面 可是MP删出来 它用不同的格式 可以把它压缩法 要做得很好 那个传统的CD的格式就出问题 那后来呢 iPod 或者iTune 也能串流 那根本不用下载 基本上就是 它已经在云端里面 可以取得 所有想要的音乐或影片 在这个过程当中 Sony它在1980年 因为沃克曼赚大钱 我看到数据到2001年 赚全世界本来 2亿5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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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因为 它在改进的过程 就是 企业在产品的 这个研发过程 它一直吵着说 我怎么把沃克曼做得更小 更漂亮 把那个CD做得更小 储存量更大 更漂亮 它没有想到 它后来到云端到往路去了 所以它后来在 这个Sony在这一块 其实在整个全球音乐市场 它是被iPod给打败了 那于是呢 Sony就是为了对抗 它就把紫禁老长叫 去成一个指控叫Comet Company Comet Company 就是要做 也是要做音乐 也要做串流 可是Sony给的支援太少了 iPod 那个苹果就进展得很快 所以它那个做了 大概三四年之后 其实没有成果 它也辞职 公司也打算把部分关掉 所以它就跑得不够去 是这样的一个 算是在亚洲产业界 算是相当有贡献的一个先生 直军的先生 我就把他醒过来 那醒过来的时候 这个是三年前吧 好不明吗 我们同学好不明 我去中生大学排这个演讲 凤明 然后还有大姐 我们就在演讲前一天就聚个餐 其实当时他提了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是晴空塔 晴空塔在日本的鸭川 那当时是在大概2004 2004 2004的时候 MHK 决定协同他们所有电视公司 在日本建构一个 600米以上的电塔 电塔 因为电视的电磁波 不忘记老师被大楼挡住了 东京铁塔不够用 要看行公司 那同时间呢 这个Google他们在西埔的总部 也租了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去日本 去美国最大的西埔的总部 就是那个是当时租的 过了三四年之后 Google用三亿多美金买下这个基地 白租的都买下来 同样的时间过了三四年 他们决定几支 400亿日币盖清空塔 他用这个做比喻 400亿跟3亿多美金 因为美金跟日币大概110倍左右 差不多 他说同个时间有这个想法 同个时间有这样的钱 一个盖清空塔 现在只能做白货 拍照 还有房地产 一个做Google 现在他的母工是阿爸贝的 市值破照 破照没了 于是他想表达是说 如果要做一件事 在一个等于是实质入口 产业的实质入口 你只要选错了 压错保了 整个方向会差很多 成果会差异很大 那一天主讲的是这个内容 我觉得那一天中大学员给听得蛮开心的 我们县长的翻译虽然没有很精神 但是至少同学也听懂这个 所以他做了一个比较 他说在1990年左右 全都都是日本 美国 过了30年 几乎没有日本 几乎没有日本 所以这一波 在我们以前年轻人说日本第一 到现在日本已经不在乎第一了 很多思维上的判断错 包括保守性格是日本的错 那这个是我自己也在家里去说 这个是营业的 营业也是一样 这个中国进来了 日本出去了 然后呢 传统才出去了 Internet进来了 IoT进来了 所以现在的时代就是 所谓的Internet的时代 那刚好我在交易段也在做 跟Internet相关 包括传输速度 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的运用 大家因为在交通医疗 可是交易这段比较小 不过我用在交易 至少在交易方面 我算是可以做到领先的地位 所以这个就是云端改变了很多东西 电脑 PC 载具 其实是已经都在一起了 所以最后才有所谓的特斯拉 特斯拉可以视为是一步车 它也可以视为是一步走的走进 它什么功能都有 那所以呢 这个IoT改变的一切 包括所谓的便利操商等等 包括我们的Fintech 所以这个是他刚才讲的 我把这个前后凑上我的想法 就是你一直在想 你的CD怎么样 变得更漂亮更小 储存量更多 其实人在你到网路的世界去 所以在整个技术飞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想法还是在说 原来这一条路继续努力 然后改变错 其实新的路由出来 所以在我做的交易产业 我的想法就是说 这支挂架 要跟你系统出来 他的帮车 结果我放车放很久了 这部是Jargo 当时全世界只有300台 现在照顾这么好 大概不到10台 因为这部已经22年了 22年的车 我不是买一首 我是在连台才买第二首的 那这个Jargo是我从小最爱的 那左命每次笑我说 你每次都好像痴情一任的Jargo Jargo现在 我家还有好几个Jargo 他都很老 我都照顾得很好 可是左命他都一直买新车 那所以就不同的思维 那我一直忠情他 他就是小时候的梦 有他就是开心 又这么漂亮 问题是Jargo 他卖给B&W B&W抛出去卖给福特 福特又卖给塔塔 印度塔塔 现在塔塔要把他卖掉 那Jargo为什么这么惨 就是因为他的企业思维 一直没有跟上时代的改变 所以我也把这个给大家做分享 那所以 这是以前的我 这好像在离子清歌 离子见清神经歌 我还写黑板 我要最快把它把它画出来 我后来用Adobe Flash 做出这样 一叫就出来 可以做各种转动 那Adobe Flash 可能在PC跟Notebook 我现在用Unity打包 各种载地都行 于是学生手机拿出来 就可以看我上额的样子 这就是走位来世 这是我个人在这个产业 大陆 他们只要看到我两年之后 他就比我一年很多 我用二十个还有两千人 就真的是没办法 这个是我在高雄上的教室 这是我 这个教室大概三百多人 那这里有四台摄影机 隔壁的三天教室 各有四台 那个叫做Portrait 就是那个投影机 这个四台呢 他不会转动 因为他直接切四片 这里应该 这个是三片 这三台三片 他就一块 两块 三块 直接全程全部录下来 移到隔壁教室 投影机投出来 那三片处得起来 所以他的箭口不用转动 我一个人在那边上个 隔壁的三间教室 一样看得到我 同一栋呢 有四个教室看得到我 你看到 你看到 其实这个是不错 沈赫哲的音非凡 都是这样做的 这个我就没有讲了 没有讲了 因为是隔壁教室 没有讲 所以我一个 三小时可以上八百个学生 一个学生 一堂课搅五百块 四十万 四十万 那四十万 我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个教室 需要个点名的 需要个台湾的 那需要两个年轻人帮我解听 还有我自己那个麦克风 成本超低 那时候还跟我讲税 这个产业就是这样子 在一二十年前 他就是这样迷人 但是现在要这样做一个少子化的部分 第二个 要诚实讲税 不讲税人就被他好几倍了 所以过去我们靠这个再获利 但是未来一定要把它真的正规化 所以我才在这个阶段之后 我一直很努力在做同步教室 那也刚好COVID-19之下 我们也被得到更多的关注 因为COVID-19之下其实到现在 尤其印度非常可怕 上次我们跟迪林克的执行长开会 迪林克之下一直希望我们去印度 就是因为印度其实非常荒荡 但是他们的问题很多 尤其卫生条件很糟糕 那我是觉得跨国就麻烦在里面了 我的东西 我再被交到国外去 谁听得懂我再上什么 所以要培养在地的人才是需要 文化上差异 教材上差异 消费行为差异 家庭经济所有才都有 所以我不去想很多事情 不过我最近做的这个事 我觉得还蛮不错 虽然他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很成熟 这个朱家良是New Solent的老板 是三只小鸟 Monitor三只小鸟 他拿了10万块美金 跟他借了去创业 所以他得了很多的 在北美 非常强大的一个公司 那可是他的Monitor 现在也不是很强的 不过又因为疫情 他被关在台湾 所以呢 他就在想他要不要介入这个数位随形的市场 那一年多前呢 他在我的FB教我 不是教我好 就因为我FB都五千个 他没法接 他就那个 在FB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到我网民化学的官网说 你好 我是New Solent的董事长住家良 我们有机会签名吗 我认为他是诈骗集团 那么大的公司那种 那后来隔了两三个礼拜呢 他请那个 请一位教授跟我的总经理说 教授跟我的总经理说 他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后来就去拜访 真的是他在办公室 他整栋楼里呢 他真的有一栋子 就那些小鸟 他那些鸟 那是 我有看不懂 就是长得跟三小一模一样的 那他就投了很多的资源 在做那个所谓的园团学习 那我跟他就做了一个 那个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同步教授 因为这个影片 有一个多小时 我想能收到两分钟 大家看一下我们当时的那个互动 来 请 请入别的 你讲 你讲 因为他也是当店的主角 所以他来稍微报告一下 两分钟就好 对 对 那以前我们师傅老师做也 可以去上课 比方说在南陶 然后可以到桃园 或者是桃园 或者是平东 但是呢 你们看得到我 我看不到 后来呢 技术进步 我看得到你不觉得 我听不到声音 慢慢的我也听到声音 听到你的声音 听到我的声音 可是 上课之后 确实能做测验 那今天呢 老师很开心 因为在Ustonic的情怀 支持之下 我们解决了 所有的问题 在这个整套解决环当中 我可以上课 你们看到我 我也看到你 先补充一下 带得好 对 那 有 对 要慢点 喂喂喂 坐下 好 好 那这个啊 是因为COVID-19之下 就是他们 主要是想邀请我们 去做的一个 等于是同步的一个 呃 我们在台北一间教室 那我们在全台湾 还有五间教室 同时进行直播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同步教权 然后搭配方的软体 去做一个互动 那其实这个模式 嗯 也是搭配到现上 目前的就是现上学习 因为现上学习 其实在这在疫情之前 其实就很多现上课程可以上嘛 那很多现上课程其实都是 非同步的 都是预录好的 就像 嗯 老师现在我们有一间公司 是说叫做 就是利语教育 那利语教育 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 预录好的课程 因为老师来一次 录好之后我 呃 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 我都还是可以使用嘛 所以这个现上课程 我们会发现 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非同步教学的 现上课程的话 我没有办法去及时的更新 就例如说 假设发生些 呃 像我们这个主题是做了 黎巴嫩大爆炸的 因为在去年啦 就黎巴嫩大爆炸 所以呃 假设说我们想要告诉学生说 诶 是什么样的词音 会造成这样子的原因 这样就没有办法 因为预录的课程 是没有办法去做 即时更新的嘛 那还像是呃 今年也有一些 很多时事相关的行为 如果大家有注意 特别是跟自然科学有关的 那这都会有一些时效性 所以想要即时更新给学生 所以等于是未来我们呃 用了这一套的系统 跟整个解决方案 就可以弥补这一段的问题 那这个授课呢 老师是讲那个黎巴嫩大爆炸 然后就带到了就是不 不只是化学 还有跟社会科相关那些议题 因为刚好现在108的课 刚刚讲出来 就是要呃 跨领域的教学 所以这样的课 老师就是也上了呃 呃历史课加 化学课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小段 因为我们这里有同学 有高一的也有佛中同学 我就尽量讲这个 能够大家都接受的范围 所以刚刚老师说想 希望大家会听懂 好不好听懂啊 那如果大家会听懂 那如果大家会听懂的话 我们来看一段 非常可谈的影片 看完之后 老师会有个问题 请教各位同学 好准备 好 这是今年8月4号 化学课 可以接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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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然主标就是讲到黎巴嫩的大爆炸 那我们又去串联了就是 台湾可能在历史的过往上 有哪一些就是爆炸的事件 包含就是可能高雄的气爆啊 或者是巴仙城爆等等 那等于是我们做这些比较新的主题 就在这个同步课程上 所以这个同步课程在上的时候 我们下面的教室的学生 其实也都是跨年级的 就老师刚好提到是有高中啊 有国中 是国中还有国一国二国三这样 等于是用个主题式的方式去做呈现 那国中同学我就问你 你在心中回答我最好 为什么会用排水及吸法 因为氧气不容于水 所以会用排水及吸法 假设是氨气 那就在水中浓掉 就不用收集了 那收集完之后 我们把它导致了那种蟹香点下去 因为蟹香的火力不太强 但当它快醒变的时候 一点进去 火力就变得比较强 这个为什么会氧气是个阻碍寂寒 它就这样燃烧力得更完全 你听懂吗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3D的环道动画 不过今天重点是在当图文之道 什么叫历史必义 物理化水类结合在一起 那这里呢老师也把冠军写出来了 这个就是他熟悉的 它叫做过氧化庆 不能叫酸溶水 但融在水中就叫酸水了 那知道吗 所以过氧化庆是纯母籍喔 可是酸溶水是很俄 为什么 酸溶水是过氧化庆比较新的 你听懂吗 OK 好那这里面有一个MNOTO 这MNOTO在这里做什么用呢 好 我们现在来问问看 因为有MNOTO所有两期的产生 就刚刚的行业嘛 对不对 这个嘉义班 里面上过我都可以上过我TD的课 对不对 嘉义班的同学 务必要回答我 MN 所以像这堂课就是有加一个同学 然后还有全省应该都有台南 苗栗桃园都有这样 等于是 老师等于是一对六间教室在做教学 不过就像老师讲的 因为其实以前的同步教室 可能用很少的成本 那我们光是为了做这一场 我们每一个是每一个加盟 像我们都还有派两个员工 那边还要加设备这样 所以全部加起来 可能花了二三十个人的人力 才完成这一次的同步教学 所以其实是跟以往来比 其实算是很不一样的 欧土中 所以那个不做也不行 实在变得 可是做了以后 以台湾的规模 其实他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好赚 获利 我那时候就几个人 可以做到八百个学生 现在是二三十个 包括他建制平台 还有网络的这个 等等的费用 工程师很贵 工程师很贵 行政部员也要钱 老师要钱 还有 那以后我才能这样教 因为当天我要讲贝鲁特 我要讲黑海 我要讲他的运输过程 我要历史地理 我要给全教 然后还要空那个场 还要面对六个教室 那我们没有老娘不行 要是我们老娘才不行 所以如何培养能够将上科老师 就是不容易 那我只是举我的产业 因为可能在大学段不太一样 但是在我们这种升学段 要让学生面对一面 他就会做什么事 更得放远距 所以你要不断听他们 要Q他们出来 然后叫他们回答 可是你一个人面对六个教室 你要跟A讲 然后B在讲 要怎么办 所以每个教室有人去管你 这人力才能耗很多 但是如果在中国大陆 这个不得了产值 非常非常大的产值 因为人数多 我辐射的这个地点 只要是当地 是比较属于三星四星城市以上 他每一个班的学生人数 绝对不像我们刚刚只有十个二十个 就可以值得在当地 在配小老师 我表演完一个半小时休息之后 其他小老师 根据我前面所教的 再次做后面的其他的教学 其实他是可以做的 只是说台湾现在 还没有人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我们再努力 这努力当中要烧钱 像刚刚路易讲 我们这个是由我的工作 我的另外的交易公司 跟那个 跟朱家良合作 我那个公司叫莉宇 叫莉宇 我那个新另外的公司 刚才才最后叫莉宇 莉宇是那个莉宇集团 还有联合报 还有KK Day 还有我合资的 到现在才两年多 烧掉快一点努力了 一点努力烧掉了 还没开始赚钱 所以这个也要有足够的那个口袋 如果口袋没有那么深 所以我必须结合大家 我也是跟宿度在聊 宿度说 那个我们就把它盖下来 我们就来领域 然后宿度 你盖我又足够了 我没办法跟你盖 我说同学当这么久 我还不晓得你口袋这么深 他口袋说 口袋就缝一缝就有了 所以我虽然看起来有在普教堂获利 现在记得到没办法像一个大的集团一样 有那么多的资源事情 但是就尽量结合一些有志同到我们的伙伴 OK 那这个是我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的利益 现在经过这一段烧了一点努力 台湾已经有100 到昨天118家加盟点了 我们大概穿过到200家就选一两居 200家以后这家公司就有上市櫃 那这个上市櫃我就会知道 因为这是我的专场 那至于刚刚那家不是我的专场 就尊重别人 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大概会有现在的这些 能够这么多朋友支持 是因为我很早就走到数位学习这一块 大概同学讲就是说 大概高雄下课是9点半 然后洗个脸 然后大家聊聊天就10点 开车回家的路上 我会经过那个关田 公园院南这边 进去跟那边的年轻伙伴 开会到凌晨一点再回家 昨天早上8点都出现台中的教室去上重考班 那一段时间这样熬了 熬了大概快5年 那公园院 因为那时候南分院刚成立 很多年轻伙伴去那边 他们也很想听 所以到现在 我们一直还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只要是支撤会 只要是提到数位学习 大家都还 尤其是升学这一块都会提到我 是因为这一块我跟了很久 而且也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 就是说 疼的 处理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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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从 那时候你刚才穿这种西装 这个是Adobe Adobe Flash 已经不用了 所以跟他们合作 就是 我刚刚讲的 我当时的理想是化学有危险的 生物有耗时间 那相光性要3天 或者3个月 那我用东方可以快速呈现的 那成本高的就是说 你的 比方说我们消算给 我那个实验要做 可是消算很贵 没关系 我在这里都帮你虚拟完成 完成之后呢 你真的在操作的时候 就减少危险跟浪费 那我其实在这里也得到日本的尊重 我本来要换一个我的蓝图了 很塞的 整个亚洲蓝图 我是东北亚 我是偏塞 我要让日韩尊重我 日本水准本来就很高 细腻 可是日本2015年才允许网路加教育 这些教育要plus 网路他们是2015才允许 所以他们落后了 韩国是全球补席交易第一名 他们的小孩 从下课后要补两个席 回家都12点一点来 韩国人就这样 韩国人的特征就是 补席班到晚上12点都是人 然后外面接小孩的妈妈长得都一样 所以我希望日韩尊重我 然后呢 这个我希望中国我打游击战 因为中国独角兽太大了 那个我真的没办法跟他PK 搞不好一整年的营业有等于他 一个所谓的promotion所做的广告费用而已 所以这个没办法 所以我打游击 我广东打游击 厦门打游击 哈喽兵打游击 我没办法作战 我目标是忙在未来东南亚 然后在台湾做研发 那台湾本身也要获利才能够支持这个研发 这是我的作战策略 所以这些 这个我们明慧市场非常疼爱这个团队 因为嘉义有一群可以做ARBR的人在这里 我们有很多人 我们有三十年 国王家和国王这些新市场的七楼 那可能市政我住的办公室 我们做了很多事 比方说 标题我们嘉义市 那个张花万县长 他那时候有一个好像快要毕业 他快要那个时间大了 第二届的 他就办一个好像是宪政说明会之类的 那我就帮他让他跟川普对话 在县重大楼的广场 然后只要认他人拿手批评 我就看到张花万跟川普在对话 川普是假的 是我们合成的 那所有的对话 那张花万很厉害 他在广场上根本看不到 他有点像真的一样 可是呢 我们在旁边有手机看 真的看到真的两台握手啊 讲一些互相开玩笑的话 这是我们做的 还有嘉义市有做过那个叫做什么 灯会 全国灯会两三年前 来的客人都 所有的APP是我们整合的 而且还有一点是停车场不够 所以县政府就把那些田 泰国甘蔗田 什么田 把他产庭 产庭之后呢 铺上那个柏油 或者是什么渣什么渣的 让他可以停车 问题希望在APP里面 所有客人进来下载 我们家的APP之后 可以上去看 你往哪边走 最近的停车场在那里 还有多少位置 那是惨啊 屏幕的没有摄像头啊 没有摄影机啊 没有空的都没有啊 但是我们帮他做到了 消费者一进来 往前走 左边有一个停车场 还有三十个位置 或者还有几个位置 引导的很棒 所以造成 没有造成太大的塞射问题 后来我在NV上说 感谢团队 终于成功了 中文大学电机器的一个教授 就在里面就说 他不认识我 他说 那我绝对很怀疑 在那个地方你们怎么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应该是钦佩加怀疑 你们怎么做得到 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田地怎么能够 像我们的那个大楼的那个停车场一样 可以看得到 你哪里还有位置 我说我就跟他回来说 我们完全靠人工智慧 因为我派了好多公独生在办 人工智慧 有什么办法 但是这些东西 我们赢家穷 赢家家很穷 所以穷的时候 要帮他找穷的方法 那县市政府窮一点人情 以后有一些工作机会也会比较丢我们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团队蛮好的 我的团队 因为大家都像他们这种三四岁上下的 船上是算平均年龄 你不要算我都是三四岁 算我就是做大楼 OK 这些都是我的团队 那再来就是说 我要先讲就是因为我没有留美过 我读书的时候写英文也不好 所以呢 但是我勇于尝试了 我三年前就想说 为什么我们在国高中学科学 先备有中文的名词 然后到大学才去看英文 这样转换到学习上去有中断 大陆是自己写 他不走西方的科学 他不走西方的教科书 我们大学是走西方教科书 那我只不从国高中学起 所以我那时候推动用英文学科学 但是在这么推动之前 只是推动要有资源 我每一个人力都又发挥在最好的地方 所以我都自己跳下去 录了用科学学英文 我为什么要讲这么久 因为发音不好 勉强录的 那是什么是要自己来 才能够转给他们 这个东西还没有量产 等一下我再报告以前我没有量产 不过可以跳一下 我讲不好就跳过 这个故事把他一开始是说 一个女生 他是ABC 然后他嘲笑这个化学老师英文 帮你不要证 从这个开始的 你可以从这个开始的 Rajer is the most famous chemistry teacher in Taiwan Hi, I love you Famous chemistry, but who is it? It's okay, I can handle your energy I believe you know it's hand Yes, this is the most popular ingredient in our daily Trips when eggs are soft in the video Hello, welcome to Life Science I'm introducing you a field of an egg and green So, we need women We need an evangelism and a big advantage Okay, now I saw the egg in the video You can see many many bubbles You can see many many bubble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issue That is the reaction of calcium and carbonate Is an important You can feel it's very different Right? And through YouTube And through YouTube I see that the gas from solar water And the water They also put out You can see You can choose any angel bank Everybody This is the most beautiful And clean that I do In the land In the land Small amount of Carol Delsat Can prepare By foreign states But the federal process Is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So I just show you that Okay? First, you should choose an expert 差不多是這樣 所有的攝影棚 還有動畫 還有教學內容 全部100% 全部沒有外包 包括那個男主角也是自己 但是 要 不常講英文的人 要腦袋想英文 然後又要去操控這些動畫 其實難度很高 因為自己同學我也講實話 有些音我真的發很爛 晚上還偷抽銀鬼來抽完 所以那幾個月 我太太都看到我在床邊 我們床邊還有小凹洞 我在床邊投入怕吵到他 投入完之後再丟給他們說 這個英文可能好一點把他抽完掉 經過抽完才有這個樣子 其實本來更慘 但是我覺得他有試探 他真的有試探 但是問題要找誰 我找從美國 我找老美他中文不好 因為這裡偶爾到感覺 就是中文解釋 那我找這個 這個學科學的 學科學的 他可能在教學能力比較弱 那如果能講英文 他科學可能不行 我們很多英文老師 他都是外師 都是學文學居多 那再來他們都醒之後 還很難操控我這些動畫 所以這個需要去規劃 那這個經費 我一直在想要到郭經費 來做這個事情 因為它是很有意義 那我這個我錄了九套 這九套後來沒有去賣 是因為我當時錄的水平 我是說教學水平太高了 我錄到高中水準 其實我應該錄過 想到高中水準 可是我已經習慣教高中 一向就方程式就出來 不適合 所以必須找到釋放的人權 來做這個事情 我這個案子還押在公司 因為每一張都要錢 真的是沒有那麼多錢好燒 但是我有這樣的意向 那再來是國際市場 就剛剛講到日本去 拉水平 這個是到越南 這個是要 真的要透明一下 我到哪裡都會碰到學生 在東京買東西 旁邊有學生衝過來 這是在日本的台廠 衝過來 說我是女學生 他是對手 隔壁對手的員工 居然是我台南的學生 所以到處都有學生 都拍照 這個是跟石之宜到廣東區 做兩岸交流 我快要把這個照片找出來 因為我們速度讓 這是我們學弟 吳武雄 劉武雄 三零汽車的越南董事長 我們三個在台灣學校 這個校長在畫的版 三零寫的校長 這是在第七軍的台校 那天應該路比也有去 這是資車會的塑教所所長 我們一起去幫這個學校 規劃書的學習 後來規劃還是要錢 這個學校錢 需要有他們基金會 基金會的錢 就是速度的錢 所以我不敢規劃太多 這位是夏村博文 他比我們大五六歲 他算是我朋友 他在日本當過八屆 九屆眾議員 當過安倍時期的兩任的教育部長 然後他之前是 類似選隊會的主委 那現在是 現在也是那個 政府調查會 他們在自民黨 算是非常高階的一位先生 我為什麼能拿他出來 因為他有請我去大海演講 然後他是補習班 補習班經營者 所以其實補教界在台灣 是被最不能接受在正規教育裡面 這個不管是中國 或是東南亞東北亞 其實台灣是整個亞洲 對補習教育業者問號最多 我希望改變這種大的氛圍 所以我才做了那麼多的研發 跟企業上的研究 這個 那他也跟我說 他說 其實齁 我這樣講 我跟太太講 代課的老師齁 我這樣講 不好意思啊 代課老師比正常 正規老師還要認真 因為他代課 他讀正規老師 補習班必須要認真 補習班要學生要來 不來不行 他學校他必須要去啊 他就跟我說補習班 其實是最好的教育資源 所以他們日本過很多經費 讓補習班經營成功偏向 那台灣真正是沒做 補習班業者一給他錢 他就認真做 因為他需要錢 補習班的從業人員 有很多都需要 有一份好的薪水 不用太好 只要還可以他們就用作 但是呢 就是我們台灣對補教界有一些 我們的社會事情 也沒有比國外多 我們就幾個垃圾要我看嗎 這個 各位在近視頻 看到出現補教界大視頻 我都有關係 垃圾的時候我在隔壁 所以這個是夏聰博文 他邀請我去演講 這個叫王厚雄 王厚雄是中國最大的化學 教科書的出版者 他後來變全科 那有一次他在台灣參觀 這個我回去參觀 他去華中師範大學 人家介紹說 我介紹你台灣最大的化學老師 王厚雄老師 然後我就去跟他認識 然後他就說 您在台灣有多少學生啊 我說差不多兩萬 其實一萬多而已 那他不錯啊 您這麼小 能夠兩萬聽錯了 他後來跟我看到資料 他的參考書 從初中到高中 然後呢當然涵蓋物理化學 他以化學為主 我航開各科 一年到賣1.6億測 1.6億測 1.6億測 一本來10塊人民幣 攤10塊就好了 16億人民幣 超80億的台科 賣參考書就沒有這麼少 我問過很多 像我跟北京市的副市長吃飯 我也問王厚雄 然後跟一般市民 40歲左右問王厚雄 大陸日常還真不少 所以只要能夠覆蓋大陸一個百分比 就是大陸王了 所以我挑這幾個照片 是要介紹這些特殊的朋友 好 那這是我跟蘇都的第一個點 在胡志明 我們是在平盛圈 對平盛圈 那現在蘇都又改了 我現在一直講他到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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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生氣 第二跟第三個教育中心都出來了 那原則上他的做法就是 盡量 盡量是自己的不要付出金 但是是他自己跟我們關 因為我們要那麼多的財力 那所以如果這樣走下去 我們現在還在虧 其實我們已經虧了 也是一大筆錢 所以所謂虧其實不能賺 就是要做建設 那我從 我們同學 蘇都同學 對企業的敏銳度 還有那種剛剛講的 他的執行力 我認為這家公司 未來會很客觀 那我們就是不斷的 提供台灣的經驗 提供我們的轉移知識 打仗還是他去打 因為他真的還能打仗 或者是欠佩我們的同學 他是教室 然後 最後差不多了 就是說在我學企業管理裡面 拿到很多很多的理論 其實我覺得理論太多其實意義不太大 學者所做的整理 多少是在事後和事前 所以站在企業者的角度來看 我尊重學術界的整理 那由學術界的整理來調整我們的方向 但我永遠覺得創新 或者是動機市場走向 還是要來自於在企業端 在實務端的這個經驗值 還有人格特質 其實不見得每個人都實在創業 我對我的學生也這樣講 因為你不是的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我算是一個天天在想創業的人 不管是從前還是現在 我們團隊 年輕化 年輕 機會 像COVID-19就是這種機會 那資源就是 當大家認可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缺什麼資源就會來 這是我的看法 那我開個玩笑就是說 最近剛好發生過我身邊的事情 我跟兩位朋友吃飯 喝酒 聊天 談事情 規劃一些未來 等隔天報紙出來 王立宏找酷克做線上音樂教室 一個月學會海撈一點而已 這是網路上唱得棒 今年三月三十一趟 王立宏是超級有名的華人歌手 那整個華人的音樂市場很大 他現在COVID-19他很悶 他在網路上學音樂好事啊 所以他一開課以後 海撈一點模擬 我記得他是八千塊 然後乘以他的那個報名人數 那這個不見得是獲利 也一定有成本 那他要覆蓋整個華人市場 誰能夠支持他 大企業 誰能夠有興趣 大企業 這是酷克 蘋果的酷克 那這個不就是王立宏 抓住了COVID-19的機會 他擁有自己的音樂團隊 找到了職員 可能就成就一個事業 其實跟我不關 可是最近剛好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 同一時間 前一天而已 王立宏變成曾經一跟許下順 酷克變成王立宏 跟他就這樣 但是真的發生 我們開完會大家講了一些未來性之後 隔天幫我新聞出來 然後許下順就傳給我們 我對藝術音樂其實是外行 我還是做數位學習 可是呢 有一天剛好在尊煌 那刻一直給我自己 睡著了 睡著了 我帶我的家人 我非常照顧姐姐他們 昨天在建國中聊 我們對媽媽或是家人 都有很多的想法 那我就全家帶去吃飯 萬一一到家 最後是曾經一 睡著了 睡著了 我就想說不好意思 我下去回敬 家裡回敬的時候 有一家人 就介紹 我們同學王立 補學班 真心真剛 甩甩的你也吃飯了 然後後來她太太是 她最近這個太太是補教業長 我告訴你很有名 然後她是新名人 她妹妹跟她妹妹說 我孩子是你學生 曾經說 她就看著我也說 真的喔 然後後來 後來她來找我說 我跟你說 香港人家算了 說我不會多過27歲 她啦 她說 她說67歲 就要開學習 我想把我的東西留下來 不能在線上學習 王立銘做最老的 你來 我們在這位來折 她是真的 王立銅變正經營 阿酷哥變王 我想的是說 除了團隊機會跟自己的 應該要知道自己是誰 我沒有否定正經營 她是鬼才 她是鬼才 那徐孝順我跟她聊 她腦筋邏輯 蠻好 我講了知道自己是誰 並不是否定我們這個團隊 你王立銅做得好 是整個華人的 歌唱的這個 這個市場 你王立銅做得好 你找蘋果 那李宗盛可不可以找華為 突然就出現 30個團隊可以PK PK下來就不見了 誰會獲勝 我們這個 最多9千萬人 台灣2千多萬 加福建 加全球華人 了不起7、8千萬 我們沒人做 因為是正經營走之後 他們沒人 搞不好我們會成功 所以我會著量投資 但是她主要還是希望 我的世界技術 我只是舉這個 剛好在我身上發生的事情 來跟同學分享說 其實我們一直到現在 企業還在走 那他們年輕人還在拼 那我的角度是希望能夠傳承 可是現在好像還沒到傳承的時間 我還得拼了 那這種新的機會一直出來 我必須要篩選 不能什麼都來 什麼都要 那我會忙壞的 只是說 這是好玩的事給大家分享 所以 我本來 因為大家都看到PPT 本來是到此為止 本來 但是我後來想 應該會有一些問題 我就很快的把我這個講 因為待會換清一些安排 我就跟各位同學報告我自己